嗨大家 大家好 我是Kimberley 陳芳宇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一些我推薦的一些運動的動作 我今天會教你們一些關於腹肌的動作 那第一個動作其實有用到球 那我會先把我的兩隻腳放在這邊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做過planking 所以你的背要非常的直才不會受傷 那上去這個球之前你就可以先prep好你的bass的動作 你可以慢慢來就不會受傷 我先給你們看 把我的雙手放在這邊 然後再找那個球 然後先用一隻腳 一邊的腳 然後覺得穩定的時候再慢慢把它跨上去 跨上去之後這邊不用完全的lock住 但是要穩定 然後往上的時候可以先練習直的腳 然後straight 往上 然後再往下慢慢來 最慢最好 然後再往上 再下來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還蠻容易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彎腳的 這樣子 彎 然後再直 然後再直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直的 一個彎的 然後我大概會做十個到十五個 然後下來的時候先用一隻腳 然後這邊 再慢慢的 完了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第二個動作 我必須要先說 這個呼吸很重要 因為我們待會就會躺下來 所以你要用你的鼻子 鼻子 鼻子吸氣 然後嘴巴吐氣 然後在每個動作的中間要記得呼吸 呼吸非常的重要 可以先從手把手這樣子放上去 然後慢慢用腳接著 接完之後 手可以放下來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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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下 可以輕輕的 碰一下地板就知道你到了 再往上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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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用接著 然後這個動作可以大概做十下 OK 剛剛介紹那兩個動作 我會選擇用球的原因 因為女生 我知道我們都想要練線條 然後不想要太壯 所以我會選擇球 是因為其實你可以用你自己身體的重量 然後自己評估速度跟重量 我覺得這樣最安全也不會受傷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跟我一樣 練腹肌 練到哪個馬甲線 就可以用這個球 非常的方便 希望有幫到你們喔 哈囉各位VOGUE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林可彤 看到我通常都是要做運動 所以今天呢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 彈力帶的運動 那為什麼呢我會選擇做像這樣彈力帶的運動呢 是因為它非常的輕巧然後好攜帶 所以呢不管你去到哪裡都可以運動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運動狂的話 就絕對不可以錯過彈力帶 那今天呢我們是用彈力帶的阻力呢 來做從頭到尾 從頭到腳 全身上下的六個動作 然後非常的簡單 大家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那第一個呢我們就從手臂開始 大家都知道呢 媽媽就是最怕有掰掰手 所以呢 掰掰秀 掰掰秀 所以呢我們就把彈力帶套到我們的手上 然後上下拉開之後呢 往下拉 往下拉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左手的肌肉 就是掰掰秀這個部分呢 就慢慢的緊實 用力的 然後我們要記得做彈力帶的動作 就是身體要穩定 動作越慢其實是越困難 所以呢難度越高呢 效果也就會越好 所以我們可以一邊拉20下 然後再換邊 然後20下呢是一組 那第二個呢就是背部 其實我們會很常忽略掉背部的動作 如果呢你的背部的肌肉線條好的話 其實你會讓你的身體看起來 更挺胸更有精神 所以第二個呢我們就來做背部的動作 那我們讓彈力帶呢幫我們的手做一個正確的寬度 然後慢慢的將手往後拉 那記得你的手肘呢是要輕輕的擦過你的身體的兩側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你要讓你的肩胛骨向內夾 向內夾這個動作呢就可以運動到我們的背部 那你要記得你在肩胛骨向內夾的時候呢 肚子不要突出來肚子要收腹 那一樣呢做20下然後重複2-3組就是一個很好的背部線條的訓練 那我們把上半身做完之後呢我們就來做下半身 下半身的第一個動作呢我們呢會做的是臀部跟下肺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可以做到我們的臀部還有大腿的後側跟內側 我們呢先把兩隻腳打開跟我們的寬部一樣寬 然後雙手向後擺 然後這個時候呢收腹 把你的臀部呢慢慢的抬起來成一個桌子的樣子 然後呢厚住在這裡 然後將兩個膝蓋向外推 然後在內夾向外推 在內夾就可以做到我們的大腿的內側 然後這個桌子式呢是可以做到我們的臀部跟下背 所以呢我們放下之後呢再一次向上推 然後讓膝蓋向外推 向外推 這樣子的動作呢就可以運動到我們整個的下半身 好這個動作做完呢我們就來做我們的臀部的練習 一樣呢彈力帶在一樣的位子 然後呢我們讓自己成四足跪絲 跪好之後呢我們將我們的右腳向上提 向上提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整個臀部呢 就是向後的延伸 然後加上彈力帶的阻力 效果呢會更好 那記得動作都要慢 然後身體要穩定 不要讓我們的臀部外翻 好做完了下半身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到最後 最後是我們的腹部的練習 腹部的練習呢我們將彈力帶 放在我們的腳背上面套好 然後呢我們做一個平反式 平反式的時候呢 手要記得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 然後撐起來的時候呢 腹部要收 然後呢腰部不要下線 然後撐好之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兩隻腳往前 這樣登山式的動作 然後你會覺得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有氧的動作 然後彈力帶的阻力呢 會讓你的運動的難度變深 所以呢效果就會更好 那最後一個腹部的動作呢 是讓你的彈力帶 一樣來到你的膝蓋的上方 然後我們坐穩在地面上 然後將你的兩隻腳抬起 然後手呢放在你的耳朵的後方 然後腳呢可以踢出去 左右的像騎腳踏車的方式 好角落也都可以用彈力帶 來做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訓練 希望大家呢可以用彈力帶 培養更好的運動習慣 每個天都是可以擁有好身材的 我的生氣小白跟小黑 它是幫助放鬆肌肉 關於髖關節還有腿部線條的運動 可以讓腿部的線條變得更美 更漂亮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哈囉 Vogue 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楊晴 今天呢我要來教大家一些 簡單基本的伸展運動 先來介紹這個小道具 我的生氣小白跟小黑 它是幫助放鬆肌肉 這個呢要怎麼使用我來教大家 如果你們運動完 然後有點懶想要偷懶跟我一樣的話 我就會選擇用一些小道具來輔助 把它拉開 然後放在你的大腿上面 把它夾緊 這些道具都是針對比較大肌群的部分 去做使用 可以達到很深層的放鬆效果 然後包括小腿 也可以往下推 大腿的部分 其實肌肉的線條它是交叉線的 比較多 所以它也可以側著 這樣子推 非常的方便 這個是我第二個小道具 它不是麥克風哦 呵呵呵 它呢 是針對大肌群去放鬆的 它後面有三段式的開關 然後可以 開了之後它就會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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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然後開始做腿部的按摩放鬆 它可以達到很深層的效果 包括你的上背肌跟下背肌 也可以去做按摩放鬆 它其實蠻可愛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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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按摩臉但不行 因為它不能針對譬如說像手腕 或是比較 不能打在骨頭上面 只能打在就是肌肉上面 除了用這些小道具之外 那伸展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要來介紹一些四個小動作 四個小動作都是符合 腿部還有髖關節的運動 第一個動作非常的簡單 兩腳站平 右腳放到左腳的外側 然後肢體前彎 大約30秒的時間起來 然後再換腳再做一遍 然後這樣可以幫助到你的大腿後側 肌肉線條還有小腿後側 女孩子一定要多做 因為這可以消除蘿蔔腿 第二個動作 以跪姿跪在地上 雙手放平 與肩同寬 然後右腳抬起來 右腳的膝蓋去碰觸 左腳的小腿肌 來回左右這樣按摩 也大致30秒的時間 然後換腳 這樣都是放鬆小腿肌肉線條 第三個動作 以弓箭步 左腳往前 右腳上後伸 彎下去 左手放到左腳的外側 往下壓 大家都要記住 因為膝蓋與腳跟是要平行的 不然很容易上到膝蓋 然後也是30秒的時間 然後換邊 第四個動作呢 首先 你要先弓箭步 弓箭步站穩了之後呢 雙手平放地板 然後右腳慢慢的移到旁邊 然後變成平的 放下 這個動作呢 可以拉到你的左腳外側的肌肉 還有小腿 然後又加上右腳大腿外側的肌肉 也可以伸展到 那如果想要再進階一點的話 把你的左腳 提起來 左手往後勾 五個深呼吸 然後再換腳 一樣是兩個循環 這樣就可以幫助你的腿部線條 變得非常的漂亮哦 你們學會了嗎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百安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平常有時候 我肩頸比較痠痛的時候 會做的一些動作 第一個動作 然後你有一個地板就可以做的動作 就這個動作主要是 你可以伸展到你的腰部這裡 然後還有肩頸脖子這裡的肌肉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就每個瑜伽 那我覺得重要的是放鬆 然後可以在這邊停留個 三到五個呼吸 看你的心情 接下來是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也是可以幫助你放鬆你的肩頸脖子 就首先就是你把你的腿伸直 然後你把你的右腳去起來 然後一樣你也是可以在這邊停留五個呼吸 就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背部如果有一點點的 就是拉到是很正常 然後換另外一邊 接下來我要跟你們分享第三個動作 然後也是我自己最喜歡最喜歡的動作 然後我覺得我最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你隨時隨地 就算沒有瑜伽墊 就算你穿著鞋子也可以很輕易的做到這個動作 你只要站著 一樣有個地板就可以 站著然後你可以彎上你的腰 然後它一樣也是可以放鬆你的肩膀跟脖子 然後你把你的手 放在中間 抬起你的左手 然後看上天空 它一樣可以幫助你放鬆你的脖子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然後再慢慢的起身 然後我覺得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就要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然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幾個動作 但是我也只是一個業餘喜歡放鬆自己身體的人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安全 是在你身上的震度 我喜歡這幾個動作 和你身上的震度 我喜歡這幾個動作 會不會很若想 你去 shoest